這一個章節我想帶大家認識一下黑卡跟縫卡 它的基本上的差異 那我們手上的黑卡通常它會比較輕 比較薄 那它我們在刷的時候呢 會比較沒有重量上的感覺 那用這種比較輕巧的黑卡來蓋的話 它比較不會有延誤的這種情形產生 縫卡的話我對給它的定義就很簡單 它就是只能用抽的這種方式 所以縫卡 我們在拍的時候一定是用 B塊門 然後 一定是用短的這一面蓋住上面 那按下塊門線呢 你的縫卡 才緩緩緩緩的往上抽 然後到下面這一塊把它蓋住的時候 再把塊門放掉 那這就是一個縫卡 它最基本的一個流程 那你千萬也不要用 縫卡在這邊想要去刷 因為在這邊很容易它會產生黑卡線出來 所以縫卡我個人會如果一定要刷縫卡的話 就用抽的這種方式 快門按下 往上挪 蓋住之後 放開 那這個過程就是你依據現場的狀況去決定這個孔洞的時間是要快還是慢 來去決定你的曝光時間 那如果這一種黑卡呢 那如果這一種黑卡呢 我通常就是拿來可以直接 蓋下去 那因為它很輕 所以你的速度就可以很快 所以即使小巧的敲到應該可能還好 當然你的腳架是要穩固的 那再來也有可能會用 我們講過的 漸層黑卡這種方式 這個就是其實基本上 縫卡跟黑卡它們操作上的不一樣 黑卡可以拿來刷 可以拿來蓋 但是縫卡 請你直接用抽的這樣的方式就好了 因為縫卡 跟黑卡 其實 你可以把它想像成 黑卡 它其實有點像 慢速快門的這一種操作方式 縫卡呢比較像是 快速快門的這一種操作方式 所以它的 黑卡的進光量 在 一定的時間內它會比較多 因為你是用 一個面下去或一個面上 但是縫卡呢 你如果 因為它的縫開口很小 你如果往上抽的過程中 上面吃光了 可是底下呢 立馬就跟上了 因為透過這個孔洞去進光 所以它的進光量很少 那你這樣子去推理 去理解它 可能對你在刷黑卡 或是你想要去抽縫卡 成功的機率 可能會比較好 縫卡的話 它也是有它的缺點在 就是因為它的 孔洞呢可能 我們在刷的時候 它沒辦法 成一直線 因為我們 會去 用手指頭去支撐它 所以 很容易呢 我上面的這個 縫隙呢 經過之後 有可能你就會 很容易就會卡到下面 這個縫隙 所以其實 這個東西 你說真正要操作的 很 理想的話 其實不是那麼容易 所以 你自己可能要想辦法 因為每個人拿的方式 可能不太一樣 想辦法去避免 掉這樣子 會容易卡住的 這種情形 產生 委員工會